那麼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位朋友問的關於移民的問題 他說請問美國公民申請已經過了18歲的中國的季子女 然後就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那麼這些子女在移民以後是綠卡還是公民 如果綠卡幾年可以轉公民需要考試呢 還是需要填表申請而無需考試呢 我們趕快請出格蘭律師事務所的楊經理Cindy來幫忙解答這個問題 Cindy你好 老師好 早安 在這位朋友的問題 首先咱們要確定說這位公民跟她的季子女 在他們的移民關係是否成立 因為這位朋友是說她的季子女已經超過18歲了 我們要看她的季父母跟她自己的親生的母親或者父親在結婚的時候 這個孩子是不是在18歲以下 如果她的婚姻她這個季父母跟她自己的婚姻關係發生在這個孩子18周歲以前 那麼他們的這個季子女父母的移民關係就成立 才有以後說可以拜移民這麼一說 如果說結婚的時候這個孩子已經超過18歲了 那這個就沒有移民關係的存在 就是不可能申請的 所以這個一點要注意 咱們假定這個孩子的季父母跟她自己的親生母親父親結婚的時候 她是18歲以下 是成立的 對這個移民關係成立了 他們有關系有法移民關係移民法律上的關係 那麼現在她申請她的時候呢 什麼時候馬上申請啊 現在來申請 這個孩子已經超過18歲了 那麼他們的移民關係是成立的 那就可以申請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在申請的時候 這個孩子是在21歲以下 那這個移民呢 是沒有排期的 就是你申請以後就很快吧 加上美國移民局批准 加上海外領館這個處理簽證 大概一年左右啊 快的話大半年就可以來了 那麼在申請的時候 如果這個孩子已經超過了21歲 那也是可以申請的 不過就申請有排期 就是F1 就是親屬移民的第一優先啊 那個要按那個類別去排期 那排期會久一點了 至少有好幾年的時間 那如果說這個孩子就當時 的確是結婚的時候啊 18歲以下 但是就三毛他願意在國外生活就不來嘛 可能他後來都已經結婚了 30多歲了什麼的 這個時候能不能申請呢 就只要原始的移民關係是成立的 就算他結婚了也能申請 那只不過呢 這個類別就變成F3就是第三優先的 那等的時間就更長了 長一點 一般這種類別 差不多要到將近十年了 那有朋友說他需要什麼文件 文件其實三大類 第一公民的資格 你說你是公民有什麼證明啊 公民證嘛 公民證要加上去 然後這個公民的婚姻關係的文件 比如說他跟這個孩子的父親母親 結婚的那個結婚證肯定要啦 是的 那如果他以前有婚姻 以前婚姻結束的文件也需要啊 那還有呢就是受益人 就是這個孩子他自己的出生證明 肯定要的 那不同的地方要求不一樣 如果中國的話就是出生公證 那在台灣香港就是出生證 但是全部都是要這個認證過的 婚姻件就是全部都是公證過的 明白 那再就是證明他們關係的文件 像這種情況 他們的關係怎麼產生呢 就是他自己父母跟這個肌父母 這個婚姻關係 這個間接造成他們的關係 所以就是這個受益人本身 父親或者母親 以前的離婚文件 跟現在跟這個肌父母結婚文件 這是都需要的 所以就是三大類的文件 那他下一個問說 那這個申請他是拿到綠卡呀 還是一步到位就能拿公民 這個形形啊 通過我們這樣正常的移民程序 他拿到的呢 一定是綠卡 那這個綠卡呢 能不能夠就是自動的轉公民 就是不要考試啊 平和表 我們有一個表情N600嘛 就是可不可以呢 只要是你通過這種季父母的關係 拿到的綠卡 是不能夠自動轉公民的 就算今天這個孩子拿到綠卡 是18歲以下 那他的肌父 比如說是美國公民 肌父幫他申請的綠卡 這個情況是不可能跟著肌父 去自動入籍 前任何不考試的 他唯一的途徑就是等到自己18歲 然後按照正常的入籍就是18歲 綠卡拿到五年以上 然後自己去填表要考試 就跟成人的考試是一樣的 這個形形才能夠去加入公民的 好的 好 那麼這個問題基本上算是 一步一步的給他回答完了 非常詳細 謝謝我們的Cindy